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可能有口臭 三 闻牙线 刷牙前先用牙线清洁牙缝 如果牙线上有怪味 说明口腔菌竖脚多 口臭风险大 关注大众卫生话题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吉林卫生 今天做客我们演示的嘉宾是 长春中西胃肠病医院 消化内科的专家 崔铁娟 崔主任 你好 崔主任 你好 大家好 崔铁娟 长春中西胃肠病医院 消化内科专家 从事内科临床工作40余年 擅长心脑血管疾病 及消化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尤其对卫视管反流病 反流性食管炎 巴莱特食管 胃肠性结肠炎等疾病治疗 有独到见解 崔主任 那节目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记者在外景采访的时候 这被采访的对象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困扰 早晨醒来之后 感觉口糊口臭 舌苔也发厚 另外跟朋友说话当中 有的时候 朋友就捂着鼻子 我感觉这是有问题了 最后感觉想改变那种状况 是买了很多贵的牙膏 很雾也都做过 但是现在看效果一直不好 你这一口口口臭 就特别给人感觉一说话 就感觉非常不自在 也挺苦恼的 崔主任 刚才接受采访 这位杨先生这个困扰 可能说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有 因为提到这个口臭 它应该是影响社交 绝对是榜上有名的一个因素 不仅让形象是大大减分 还会影响一个人的自信心 那么我想问你 这个长期口臭 它的这个治病的病因都是什么 长期口臭吧 多半都是有胃肠道疾病 长期的胃肠道疾病 或者是有的病儿便秘 再有就是有口腔的疾病 这多种因素引起的 还有你就是中医讲的 那个中医的感瘀器 气质啊 大便那个便秘 长期便的病因都可以引起 那个口臭 那么我想问一下 长期口臭对我们人体 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口臭的病人多半都有 油门螺旋菌 你感染 感染之后呢 它就可以引起胃肠道的一些不良反应了 恶心 呕吐 腹泻 腹胀 啥的 好多病人打嗝了 反酸了 有的病人都阵法性疼痛啊 严重的就引起 一个是胃炎 胃炎呢 到萎缩性胃炎 萎缩性胃炎是 也是很可怕的一种疾病 再有是溃痒了 或者是出血了 疼痛了 然后严重就能发展到 它这是慢慢的 一个慢性过程 那您看在生活当中啊 可能有的人为了缓解自己口臭的情况呢 就每天啊 非常尴尬的去刷好几次牙啊 可是这效果啊 却并不明显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没有针对病人去治疗 只能解决口腔局部的环境卫生了 真实的胃肠疾病没有得到诊治 所以说病人没去 所以你口臭去除不了 而且在生活当中啊 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啊 这个早上睡醒之后呢 就会发现嘴里的味道啊 不太好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好多病人就是有那个 死管反流 平卧之后呢 经过一宿的睡眠 它平卧之后呢 死到的有一些食物酸水什么的 胃液啥的就流出来了 口腔有一种脊味 这样的病人多么 那还有一些就长期便秘的病人 便秘的病人啊 胃肠道忧护 所以说它就反倒 上回道到口腔引起的口臭 那像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这个胃肠道疾病呢 也会引发口臭 那么如何检测 是由胃肠道的原因 而引起口臭了呢 这个到医院呢 你就首先查一下 那个油门罗杆菌 油门罗杆菌之后呢 你可以检查胃肠镜 胃肠镜就是唯一的诊断 一个那治疗的一个 最像说是筋标准吧 经过检查之后 你就可以明确诊断了 到底有什么病 针对这个病因就治疗了 对症治疗了 所以针对病因治疗 是使你的疾病 就能好明显地好改善 好转了 其实我们也想知道 油门罗杆菌 这个细菌啊 可能好多人听的 这个机会很少 不太了解 没听过 为什么它就会引起口臭呢 它是引起胃肠病的 一个那个诱因 引起你胃肠病之后呢 因为你有了胃病之后 胃肠道疾病往上 咱们呢 可以胃往上反气 有点打嗝了啥的 一肌到胃之后 从死到口腔 就反到口腔了 长期的像中医说 于酒化热呀 在病里反到口腔之后 就有口臭 那比方说由于像胃肠病 引起了这样的口臭问题 那在平时的这个临床上 咱们是如何治疗的呢 这个咱们就经过 胃肠镜诊断之后 针对病就详细地治疗了 益酸了 保护一粘膜了 处进咱们的修复一粘膜 组进那个米辣面的 幼儿组织生长 这样是针对病 就可以治疗了 因为这样很快 就使他们好了 把一些症状都改善了 崔主任 其实我想问一下 咱们今天主要节目当中 谈一直是口臭的问题 那么像口臭这种疾病的话 它其实平时 在您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 您发没发现 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会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说是 所有年龄段的人 都会出现口臭的情况 年龄段的小孩也有 小孩十几 他们吃的多 消化不好的也有 中老年这都很多的 现在年轻人很多 到医院去检查 他们都是口中有味 胃肠道疾病因为特别多 所以这个年龄段 分的也不是那么明显 但多在中年以上 还是多的 崔主任 那像我们今天节目开头的 这位杨先生 他到了医院之后 那么在这个治疗之前 您给他制定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呢 是按照几步方式 来让他逐渐有了缓解的呢 这位杨先生嘛 他到医院呢 查了一下 首先查了一下 幽门罗岸菌 幽门罗岸菌呢 咱们正常值是99 它呢是500多 500多这样的遗伤情况下呢 因为他胃也有不舒服的感觉 也胃脏反衰爱气啥的 时候呢 就是保障不实 更明显 所以说我们就建议他 查了一个胃肠 胃经 胃经做完了之后呢 抱的是那个弥烂性胃炎 镜像 根据他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先给他进行 那个抗幽门罗岸菌治疗 给保护胃黏膜保护剂 消炎的 否则他这传面愈合的药 治疗一个疗程之后呢 他再复查 复查幽门罗岸菌 之后幽门罗岸菌就正常了 现在感觉就是越来越好了 所以说我对这个治疗 很有细心 再肩子吃一顿 我感觉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心情方面也是 这病好了 自然心情也就好了 人有的时候 这精神作用也很关键 特别是这段时间 调整了之后 效果不错 所以说心情也就能 自然好多了 影响改善了 但是呢 这样的病人 咱们幽门罗岸菌药 可以停了 停了之后呢 停28天之后 咱们可以复查 再次复查幽门罗岸菌 如果正常了呢 咱们再就给他吃一些 处境未年梦而组织生长的药 巩固治疗 专家建议 预防口臭 生活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 不要熬夜 长时间的熬夜 会导致体内的内分泌紊乱 进而带来口臭的问题 早上醒来后 嘴巴里面的味道 也会更加的明显 二 注意饮食 常吃油腻刺激性食物 很容易毁坏口腔的内部环境 进而带来口臭等问题的发生 要注意清淡饮食 对预防口臭有帮助 三 拒绝烟酒 爱好抽烟喝酒的人 不但伤害身体 还会造成严重的口臭发生 最好及时改掉 不然的话 口臭可能会一直伴随着你 节目的最后 杰林卫生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了口臭 它其实并不可怕 记住 积极治疗才是关键 在生活当中 要改掉一些坏习惯 记住要认真刷牙 这样的话 总会有一天 可以拥有清新的口气 那我们还是再次感谢 崔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是贺琪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